觀眾朋友好 歡迎來到生命探索 我是李方 咱們今天來聊一聊如何交友 俗話說得好 在家靠父母 出門就要靠朋友了 但是交朋友這件事兒一定要慎之又慎 古語說得好 近朱者赤 近墨者就黑了 擇友他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交朋友 而是選擇一些志趣相投 畢竟你交到了牌友 他只會催你打牌 那久友只會催你乾杯了 所以無論是在職場上生活中 學會識人變人 這個可是至關重要的 懂得辨別對方的人品 瞭解對方的品性 擦亮眼睛 遠離那些動機不純的人 如果遇上一些比較特別的人 一定要記住不要深交 有害無益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哪幾種人是不可以深交的 第一 就是不講誠信 喜歡輕言承諾的人 那這種人可千萬要離遠一點 因為誠信乃利人之本 你遇到不講誠信的人 不管這個人是有意還是無意的 都萬不可以深交 有意的不講誠信 大多是那種借錢不還 爽約不到 滿口謊言 那與這種人結交 吃虧也是早晚的事 無意不講信用的人 多半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幾心幾兩 好面子 愛承諾 這種人喜歡打腫了臉充胖子 在人與人交往當中 常常喜歡吹牛 拿大 不自不量力 所以這種人記住了 人無信 不可交 還有一種盛氣靈人 愛表現優越感的人 這種人也要離遠一點 鬼谷子有言 靈人以色 高人以氣 聖人以言者不可深交 什麼意思呢 就是驕傲自大 喜歡用交橫的態度來壓人 用蠻橫的語氣逼人 那這種人多半心數不正 也不可以深交 這樣的人習慣了盛氣靈人的話 目空一切 那也許他老大天老二了吧 所以呢 那麼這種人也要敬而遠之 一旦沾上絕美好果子吃 不管是在人際關係當中 職場上哪裏 那都要提升自己的朋友圈的質量 但是呢 如果呢 對方就是有一些是有地位 有名氣 有財富的 那是一副優越感爆棚的 盛氣靈人的這樣子的人 記住了 也要離遠一點 那不然的話呢 做哈巴狗是小 那惹一身麻煩可就犯不上了 還有一種人也要離遠一點 情緒失控 不按常理出牌的人 就是呢 好衝動 怨天尤人 負能量特別的強 喜怒無常的人 千萬要記得離他遠一點 他們往往沒有辦法來控制自己的情緒 在工作中 生活當中非常的情緒化 他們遇到一點刺激的時候 都沒有辦法去掌控自己的情緒 就會呢 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 所以呢 這樣子的人呢 也要離遠一點 因為他們無時無刻呢 都會在抱怨 吐槽 煩惱 生活不順 是工作不爽 婆媳不合 妻兒不睦 壓力不小 命運不公 那就算是他的工作穩定 認定形望 吃喝不愁 他也是有怨言 只要遇到一丁點不順意的 他也會習慣性的抱怨 下一世的吐槽 對自己和別人的生活只指點點 那一張嘴整個的空間場呢 都是那一種負能量 所以啊 與善人居如辱之籃之事 久而不聞其香 與惡人居如辱暴虞之色 久而不聞其臭 交友依然 一定要慎重慎重 還有一種人要遠離 表裏不一 戴著面具虛偽的人 那麼這類人表面上看起來忠厚 老實友善和氣 實際上與人相處的時候是陽奉因爲的 比如說 利用你的時候 需要你的時候會奉承你 不用你的時候冷嘲熱諷 落井下石 他們最大的特點就是兩個字 虛偽 戴著面具生活 習慣性的人說 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 不管生活中 職場上都要離遠一點 不管他們表面上對你有多好 只要觸動到利益的時候 他們一定會面目猙獰的對待你 所以這樣子的人 記住也不招惹 不身交 還有呢 唯利仕途 喜歡搬弄是非的人 這種人的交友功能性很強 他交的朋友 他談的是非 對他來講 他是有目的的 不管在人前還是人後都喜歡顛倒黑白 搬弄是非 來通過損害他人的名聲 以此來捧告自己 彰顯自己 那這樣子的人呢 他實際上是在做的事情 大多數是挑撥是非 講八卦這些 所以呢 那麼這個 這樣子的人呢 千萬也要記住 也是要遠離他們 因為這種呢 是口無遮攔 利益雄心的 好 那麼還有一種人 貪小便宜 事事斤禁計較的人 愛貪小便宜 凡是計算的人 一般而言就是心而小 沒什麼大格局 讓你千萬別以為 只是小毛病 不影響你倆的交情 這種人總是抱著僥倖心理 總是有便宜不债 屬於不太好的人 不聰明的人 那只有自己占夠了便宜 心裡才舒坦 這種人往往精於得失的計算 為人處事都是自己的小算盤 只能別人吃虧 自己絕不能上當 心中有一本賬 本不是什麼大事 但若是這筆賬 這個算盤算計的是人心 是人性 那就另當別論了 占便宜的人過於精明 因為所有的利益都了然於心 而他眼前只有他自己 太算計的人走不了心 因為他所有的好和情都是一場棋局 只能他贏你輸 零和遊戲 雖然這並不是什麼嚴重的問題 但是用真心換鈔票這件事 你願意傻也沒法擋著你 你選擇一個朋友 就選擇了一種價值觀 記住了一種生活方式 一流的朋友談什麼 談夢想 帶領你開闊事業 實現夢想 二流的朋友 談事業 互相督促 互相成就 一起搞事業 搞錢 三流的朋友 談事情 就是論事 共商討生活 當中遇到的一些事的解決方案 四流的朋友呢 談是非了 除了家 家裡長 外面短 這些捕風捉影的小道消息 一個人的思想 決定一個人的行為 對嗎 接近什麼人就會走什麼樣的路 以人品為先的標準 交稚氣相投的朋友 好 那麼這個呢 就是以上呢 我對職場上人際關係的一些心得與感悟 那希望大家都能夠去建立優質的人脈圈 好 那麼今天就聊到這裡了 感謝您的關注 那生命探索是一個新的頻道 我們非常需要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來支持我們 我是李方 下次見